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原因就是打败了东西突厥以后 原来在东西突厥统治下的土地变成了唐朝的控制范围 那么原来东突厥控制的土地 唐朝设置了很多鸡迷州府 什么叫鸡迷州府啊 就是跟唐朝控制的比较松散的这样的一些行政区 那么行政区的长官呢 就由原来的部族的首领 唐朝设为他一个官职 他就在当地继续统治 他作为从原来 他队内仍然是这个部落的首领 他对唐来说 他变成了唐朝一个州 一个府的首领 这样的这个行政建制 就叫做鸡迷州 鸡迷府 唐朝呢 在大漠南北 今天的外蒙 今天的蒙古国 今天的内蒙古 设有一大批 那么在中亚 原来西突厥的控制区也建了一大批 这样呢 就是唐朝控制的国土 大大的扩产 变成一个庞大的帝国 这是和打败东突厥有关的 这个唐代的 在西域的金迷州中间 包括了一大批苏特人 控制的土地 苏特人的居住区 比方说康国 撒马尔汉 比方说石国 石头的石 塔什干 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 在唐代叫石国 石头的石 今天塔什干这个城 塔什在突厥也就是石头 开的就是城市 塔什干就是石头城 我们南京也叫石头城 那么这批苏特人生活的绿洲 原先是在西突厥控制之下的 苏特人虽然经济 商业上非常善于经商 但是他们在从北朝一直到唐 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并没有建立起强大的国家 在政治上他们是弱小的 在军事上是弱小的 他们是受制于突厥人的 但是当他们的主人西突厥被打败之后 他们控制的土地就变成了唐控制的土地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时间并不长 就在唐向西域扩张的这个同时 在亚洲大陆的另外一端 穆罕默德所创立的阿拉伯帝国也发展起来 阿拉伯人呢 首先征服了沙山王朝 沃斯 那是一个了不得的 有辉煌文化的王朝 沙山王朝在面临的灭顶之灾的时候 他向谁求救呢 他们向同朝求救 今天在阿拉伯的史书 有一本书叫做《全史》 作者是 伊本阿希尔 就记载了 沙山王朝向唐朝求救的过程 沙山王朝的国王 最后末代的君主 叫Yers de Gert 我们唐朝把它叫叶四仪 向唐王朝向中国人求约 那么中国人 中国的朝廷也做了讨论 中国人怎么回答呢 中国人这样 史书中间也记载了中国皇帝的回复 说 即使我们派出一支军队 这支军队浩大到 浩浩大到 到什么程度呢 他的手已经到达了你们的国家 他的尾巴还在我们中国 这也是无济于事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国和沙山王朝距离之间 太遥远了 远水不解尽客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我们在唐代的文献中间 我们会发现这个沙山王朝的末代君主的儿子 叫做比鲁路斯 卑鄙的比 道路的路 比鲁路斯确实曾经到达过唐朝 在武则天时代 那么武则天呢 曾经派唐朝著名的大将 那个叫陪 陪 陪 陪陀飞俱乐部队 行动的行 简 简朴的简 陪心简 贝的军队 一直把他送到了土火罗 土火罗是什么地方 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南 那么以后呢 这个比路斯就在 托火罗当地 他回不去了 那么这就证明呢 这个 沙善王朝 向唐朝求救 是确实发生过的 唐呢也确实 试图对他进行救援 到了后来 这个 这个沙善王朝 残余力量 唐朝设立一个 鸡迷 这个府 鸡迷的州府 就叫波斯都督府 他当然并不是真正的 在波斯本土 在什么地方呢 中国的文献中间记载 在鸡邻城 鸡 就是有鸡病的鸡 鸡 有棱角的鸡 鸡邻城 鸡邻在什么地方呢 今天 大家一般都认为 在今天的阿富汗 和 这个伊朗的交界处 这个地方 古代叫 西斯坦 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叫 The Link 大家认为 就是这个地方 这就是后来 沙善王朝 向唐求救以后 唐所设立的一个 把人家处于危难之中 帮一把 后来 这个 比鲁斯的儿子 佩鲁斯 他的儿子叫 尼尼斯 泥土的泥 泥 泥米的泥 他也 到中国派世成 来过好多次 向唐朝进国 所以唐朝 打败了西图诀 东图诀以后 确实使唐朝的力量 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这样呢 使从中国境内 到西域之间的交通 就往来的比较方便 而我们 西域的再西面 那就是我们的 这个强陵 大使 也就是阿拉伯帝国 唐和阿拉伯帝国 作为 当时 丝绸之路 东西两端 最强大的国家 可以说 对丝绸之路 的繁荣 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 在这个 江土辽阔的 这个唐帝国 的范围内 从内地 到边疆 那么有不同的 经济区 有不同的文化区 内地是农根区 汉文化 过了沙漠以后 出了长城以后 向北 就进入草原文化地区 这个 东突厂绝被打败以后 回合 住在沙漠以北的 回合 这些民族 把唐朝的皇帝 尊为 天可汉 他们自己是可汉 把唐朝的皇帝尊为 天可汉 那么他们到长安 朝建 天可汉的路 被称之为 参 天可汉 道 参见天可干的 道路 这条道路呢 实际上在我们 唐朝 我们前面讲到 四周之路的时候 提到过 唐朝真元年中间的 在一项 甲丹 写黄华四大记的时候 他有记录 记载着从 我们 中国的内地 到寿祥城 也就是到 蒙古草原的 道路 打败了西图诀 使唐朝的力量 远远地深入到西方 唐呢 在西域设立了 可以 安息四镇 这个 还设立了 这个安息都护府 北庭都护府 这样的 军事行政机构 那为了保持 这个政令军令的 能够通达 唐朝 还维持了 到西域的 这个道路 当时在西域草原上 有一些重要的城镇 其中呢 有一个城镇 叫岁叶 我们已经提到了 这是李白自己 家族传说 是他们自己家族的 是李白的诞生地 地点呢 岁月这个城 今天已经发现 在什么地方呢 在今天 吉尔基斯斯坦 首都比士凯克 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城市叫 托克马克 那么离托克马克城外 数十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遗址 这个遗址呢 叫 阿克贝西姆 这个遗址 现在已经确认 就是唐代的岁月城 离岁月城不远 大概六公里 七公里的地方 站在岁月就能看到 还有一个遗址 叫做布拉那 布拉那遗址 那么这个遗址呢 应当就是 这个 也建于唐代的史书的记载 这个贾丹的黄华四达记 也记得了 从安西 或者从北庭 怎么样到西域的道路 中间记得呢 从中国内地过来 在到达岁月的 之前有一战 叫做培罗将军城 培罗将军城 就是布拉那遗址 那么到了培罗将军城 走这么一二十里路 就到今天的 就到当时的岁月 确实 今天从遗址上来说 这两个遗址相续很近 今天在 这个 培罗将军城 也就是布拉那遗址 有一个 清真寺的一个 一个宣礼塔 还保 还保存着 爬到这个 宣礼塔的高处 就能看到 岁月的遗址 岁月呢 在唐代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安息四镇之一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 武则天 在唐高宗以后呢 武则天自己自称是 建立一个州 自己自称是皇帝 那么为了制造 这个 他做皇帝的 这个合法的理由 有的佛教的僧人 就说 佛教有一个 经 叫做大云经 这个大云经中间 讲到的某些某些理论 是支持 武则天 做皇帝的 武则天就下令 在唐朝各地 建大云寺 云彩的云 建大云寺 从舆论上 为自己 机会做准备 支持他机会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 在新疆的秋迟 也就是库车 有大云寺 可见他的命令 传到了新疆 另外呢 在岁月城 岁月的佛寺中间 有一个佛寺 就是 大云寺 可见武则天的命令 也传到了岁月 岁月也在那里 那么这些佛寺呢 特别是岁月的佛寺 在吉尔吉斯时代 都 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 这个 在岁月当地 还发现了一些 有汉文的 悲鸣 在中书关系恶化的时候 吉尔吉斯时代 这些跟中国唐代有关的发现 是对中国保密的 不公布的 随着中书关系的解冻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曾经到过那个地方 我也去过两次 那么今天在 在裴洛将军城就有一个遗址 碎月城和裴洛将军城发现的东西都成立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了 有汉文的悲鸣 我们看到了 开元同胞 都能看到 那么使用突厥语的民族中间 有一个很重要的民族 这个民族就是回合人 在这个唐玄宗 天宝年 这是唐朝的顶盛史词 也是他从顶点 向下跌落的这个过程 这个跌落的标志 就是发生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 这个在安史之乱 引起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和史思民 都是苏特人的后裔 都是胡人 当时有很多胡人在唐朝做官 唐朝的首都长安城 胡人做官的 少数民族做官的 有数万家 好几万家人 当然这表明了唐朝 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国词 安禄山 安我们前面讲过 它就是出自于 今天的布哈拉 撒马尔汉的一个很 乌兹别克斯坦 一个很重要的城市 今天 在当时 在布哈拉的绿洲上 有一个城市 叫阿兰地 这就是安禄山的故乡 安禄山的名字 禄山 它也是一个汉文的 翻的一个音 那么如果还原为 苏特语 它就是禄山 禄山是什么呢 是光明的意思 这就说明 安禄山 这个人 他可能是一个 信奉摩尼教 或者信奉仙教的 一个信徒 掀起这个 安史之乱的两个首要人物 安禄山和史思明 都是苏特人 安禄山 他姓安 是代表了他自己 这个国家 就是今天的布哈拉 是乌兹别格斯坦的一个重要城市 在 撒马尔汉的西面 20多万人口 这样一个城市 那么这个城市呢 在布哈拉的绿洲上 在唐代 有一个城叫阿兰碧 这就是安这个字的来历 禄山这个词 不是汉语 是安禄山 本民族的名字 翻的一个音 就像我们文化人叫 扑比德 Peter 这是从外文翻过来的 禄山 在苏特语中间 相当于 禄山 禄山什么意思呢 是光明的意思 这个 在 隋唐时代 在中亚 的宗教中间 仙教 和摩尼教 都是重奉光明的 这种宗教 因此呢 我们可以推置 安禄山 它是个 出自于胡人家庭 他们这个家族 可能是 信奉仙教 或者摩尼教的 那么 安禄山的 重要的伙伴 史思民 是出自于 撒马尔汗以南的 K史 在唐朝 称为 史国 所以他们都是 胡人 安禄山 造成这个叛乱啊 到了这样的地步 以至于 唐玄宗 在军 带着军队 从长安出逃 在途中 这个士兵 发生了花变 认为是杨氏父子 杨玉环 杨贵妃 那些杨氏兄妹 是霍国殃民的 要求不处死 杨贵妃 杨玉环 那就 那就 军队就 不秦王了 不保卫 唐朝 最后 唐玄宗不得不 下令 让军队把杨玉环杀死了 这也是一个很 悲情的故事 以至于后来 白居易还做过一首歌 《长恨歌》 是吧 那么唐朝在自己 没有力量 消灭暗示之乱的 叛军的时候 不得不到处求援 他们求援的一个 重要的对象 就是当时 在大漠南北 在蒙古草原上的 一个游牧民族 叫回河 回沪 或者回河 就是今天 维吾尔族的 祖先的一支 唐朝呢 和回河人 定有盟约 那么回河人 派军队 来铸唐 平叛 立了很大的功劳 安始之乱被平定以后 唐朝长期的 优待 回河的贵族 跟他们定有 捐马贸易的 这个协议 每年从回河 净 这个 十万匹马 这是游牧民族的 主要的输出品 那么唐呢 用捐来支付 用我们的丝绸来支付 这个笔价呢 定得也很不合理 给得很慷慨 回河人 这么大量的捐 是不能消费掉 所以他们通过草原 向罗马帝国 向东罗马帝国翻译 成为草原四周之路 这个翻译 这个捐的这个道路 在隋唐时代